我现在要开始拆我的生日礼物了 我刚刚试这个镜头试了好长时间 然后急死了 已经等不及了 就是它 我等了整整一个月 现在今天9月27号 我终于能把它拆开了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老公我拆了 我拆了 包装呢 你们都知道 到底是这样子 上面一个白色山茶花 然后已经被我压得有点扁了 我看它是这样子粘上的 用手面胶 把它粘在这个丝带上面 这个手感真的是 你拆的时候 整个人就热血沸腾激动 一个激动 这是它 打开后 我们看看老公给我买的是哪个包 虽然我当时是自己在店里面 我们自己选的 然后我已经摸过它了 在包起来之前 但是我现在打开的这个时间点 还是很激动 很激动了 然后它里面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 哎呦吧 厚厚的信封 然后 这边是 一个小的方圈袋还是什么 这是一个应该是擦包的一个清洁的布 对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应该是保养手册 虽然我没有看的时候 我觉得是对 是很多种语言的一个保养手册 就是这样子 然后继续 那里面还有一个花 这个 然后我就 这个就粘在上面了 打开后 然后打开以后就是这样 它还是有在防尘袋里面装的 包的还蛮好的 上面铺了一个是那个防尘袋 然后 就是这个流浪包 黑色 哎呦 有点长 黑色的这款 纯黑色 它上面还包着那个防尘布的这样子 我先把它这个防尘布打开 就是它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小箱 是我30岁的生日礼物 然后也算是我自己选的 但是是我老公买的 送我的 这个大小就是一个那个小号的 然后纯黑色的牛皮 然后是这样 近看 你看 然后这个包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你们可能网上有看了很多那种开箱啊什么的 然后这样子 它这个袋子金属感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沉 就是链条的道 你们看 然后就是这样子 一条金色的 一条银色亮面的 然后两条是这种做旧的银色的 银黑色 然后裹皮的那种链子 就是那么好 一千一万种背法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大小 这个就是刚刚适合我 你们看哦 我现在单独这样 就是单肩这样背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大小 我身高是158 然后背到以后 就是单肩背的话 刚好就是到我这个 腰胯的这个上面这一块 就是大小的 然后打开以后里面 哎呀摸呀 我现在激动 我激动 希望我可以买到第五个小箱包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没见过失眠的样子了 里面塞的也是 给我塞的很多纸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大包 这是什么 连了一个这个小的锁链 应该是可以 防洞吗 就是 我觉得可以挂个钥匙啊 再放在里面不容易掉出来之类的吧 然后我回去研究研究这个到底是干嘛的 就是连在包里面 然后还有里面就是前面有一个 前面这样子 这个应该是可以放口红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放手机啊什么的 然后后面是一个带拉链的这个包 然后里面它的颜色就是那种正红色 是布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个 拉链的这个扣 上面就是有个Chanel的标志这样子 然后有点做旧的那种金色 然后整个包感觉很 就是整个包型就是很硬挺的一个包型 我还蛮喜欢 我说黑色就比较好搭 也是刺激什么都能搭 而且就感觉相对 所以其他的就很低调了 就只有这上面有一个Chanel的标 然后我应该 我当时在店里试背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就是两个尖这样子的 我觉得还蛮好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哎呦我现在在这个酒店房间里的沙发上 可能光线不太好 因为外面那个海浪生了点吵 因为房间直对着那个海滩的嘛 然后就 我就把这个门都关上 在屋里拍一个视频 所以可能光线不太好 但是你们再来就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背其实是最舒服的 然后也不会怕它掉啊 也不会怕它怎么样的 就是解放双手的一个背法 就是这样子单肩胯 当然一直就是一个很保守 很安全的背法 其实我本来是想去买那个CF的 然后黑金 但是当时在梦里黑 它店里面没有了 然后只有 然后后来第二选择是Le Boy 然后呢也没有了 但是它只有一个那种棕色的 中号 不行 一个是棕色不喜欢 一个中号对我来说点大 然后呢那个导购就给我拿出来了 它 背了一下觉得它这个大小啊什么的 都很适合我 也很喜欢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包的容量 那我现在首先装我的是iPhone 6S 很随意 然后钱包 很随意 诶怎么感觉 已经满了一包了呢 但是好像还是能装的 然后这个包 这个包里面 我装了是唇膏 护手霜 还有一瓶小香水 还有一个小圆镜子 这样子 然后我拿着这个眼镜袋装的 然后 看也能 塞进去 塞进去 可能是我没塞好 还是什么 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空间 然后还可以塞紫尖一包 然后 然后 钥匙 然后还有空间 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了 它里面还有空间 那么我就想想塞啥呀 那么我是塞一个防线霜进去 基本上这样子 基本上看已经满了 你看 但是 还有一些小地方 如果你有两把钥匙 或者什么的 充电宝 应该还可以弄塞进去 反正容量还是挺大的 其实出门用的就够了 我觉得 非常的 绰绰有余的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包形很硬挺 你看我装的完全都没有鼓起来 或者怎么样 就整个还是感觉 是一个非常硬挺的包 但是 真的点重 我觉得 这个 本身它这个面条就很重 现在装起来东西 这样背感觉 还是有一点重量 还是能感觉出来吧 没关系 但是它好看呀 就这样吧 它再重 重到海角天涯 我也要背它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小香包的开箱视频 是我30岁生的礼物 我现在是在毛里求斯的度假酒店里面 给大家拍的这个视频 那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的开心 我的快乐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好 我现在要继续去晒太阳了 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 我祝你天天开心 我们回德国再见 拜拜